回敬世的一路上,蓝旺基神游在外,面对变故,他必须设法应对。 一旦蓝世和江世握手言和,蓝旺基所谋皆成梦幻泡影,他不能任由这样的局面发生。 可要避免此种局面,究竟该怎么做呢? 就在蓝旺基思索之际,一道声音将他眉宇间的愁思尽数化去。 你回来了,宗主可有起疑。 蓝旺基前往寒室之后,魏英一直在静视等待。 清禾一行,他们用时不短,蓝熙尘又是敏锐之人,魏英担心横生变故。 兄长和江峰眠见了一面,恐有修好之意。 那魏英知道蓝旺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那可有谭龙。 应该没有,蓝氏上下仍是严阵以待。 江峰眠和兄长一样,志在先都之位,即便暂时握手言和,双方博弈的时间也不会太短。 那依你看,他二人真的能冰释前嫌吗? 您嘴不语,蓝旺基实属没有把握。 眼下开战对双方都不算有利,尤其江峰眠对聂氏合作的诚意也是持观望的态度。 再加上蓝氏这边,出了自己这个变数。 眼下无论哪一方,除非有必胜的把握,否则万万不敢轻举妄动。 可这些蓝旺基并不想说出来平天魏英的担忧。 一切还都是未知之术,我们且走且看便好。 等了我许久,可有用膳。 还没有。 想起方才蓝旺基眉头紧锁的模样,魏英知道事情或许已经脱离了掌控。 不如我们一道用膳。 听到魏英的邀请,蓝旺基被暖衣填满。 魏英,无论前路如何艰险,只要想到我每天都能在你心里多一点分量,我便无所畏惧。 魏英还真是佩服蓝旺基顺干爬的本领,自己只是邀他一块用膳罢了。 又何时多了他的分量,只是用个膳罢了,你若再多想,以后便还是各吃各的。 转身入内,魏英不想再给蓝旺基调戏自己的机会。 蓝旺基见此打算见好就收,总归魏英不再躲着自己,那以后便多的是机会。 总之,无论是软磨硬炮还是死缠烂打,这辈子蓝旺基赖定了魏英。 韩氏,起票宗主,魏公子媒在媒相怨。 哦,那魏英现在何处?魏英离开云深不知处多日。 蓝旗基尘本想换他前来,一为了探听虚实,二也是为了以解相思,魏公子在静视,还跟二公子一起用了午膳。 魏英居然跟蓝旺基一口用了午膳吗? 蓝旗基尘意外之余,惊觉他二人的误会,竟然解开了。 可到底是何种契机可以令魏英解开心结呢? 蓝旗基尘不禁怀疑在清河那段时间,他二人究竟发生了何事? 知道了,你先退下吧。 蓝旗基尘需要慎重考量,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,绝不能行差踏错。 蓝旗基尘,将士,金光瑶,还有自己的弟弟蓝旺基,在诸多势力之间究竟谁能为自己所用? 而谁又是隐藏在暗处的敌人,蓝旗基尘必须细细思量。 你是说云梦将士知道,蓝旗不是真心,和他们合作了。 魏英这才明白,为何云梦将士会突然赚了态度。 不错,兄长此举的确高明。 将我与聂怀桑合作之事,告知江丰眠,名义上是让江丰眠觉得蓝旗内部动乱,兄长不得已只能示弱。 实则兄长也是,和江丰眠知道,他和聂士的合作根本是尽花水月罢了。 江士若没有聂士的鼎力相助,和蓝旗抗衡绝没有必胜的把握,江丰眠不会轻易冒险。 可聂怀桑也可能是假意与你合作,实则为了瓦解蓝旗啊。 难道江丰眠不怀疑这个可能? 聂怀桑自然会跟江丰眠如此解释。 但江丰眠是比兄长更要谨慎的人,所以在探查清楚聂怀桑真正的意图前,是不会妄动的。 魏英文言眉头微醋,低头沉思。 突然扶灵心智,魏英恍然大悟。 蓝战,既然江丰眠太过谨慎,所幸我们还是从蓝氏下手,然后利用江城给蓝熙辰那里加把火。 怎么说,蓝旺鸡饶有兴致地看着魏英,他很喜欢现在和魏英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。 其实也很简单,首先让聂怀桑开出合作的条件,这个条件胃口越大越好,最好能让蓝熙辰认定,你蓝旺鸡满足不了聂怀桑的胃口。 如此一来,蓝熙辰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将聂怀桑收为己用。 魏英顿了顿,似乎想从蓝旺鸡的表情中,判断自己所说的是否可行。 在得到肯定的眼神后,魏英继续道,蓝熙辰本就想利用金光瑶取代秦苍叶,你祝他全力完成此事,一来示弱,来让蓝熙辰增加对抗于孟江市的信心。 魏英所说的这些,与蓝旺鸡不谋而合。 可是蓝旺鸡太过了解自己的兄长,没有万全的把握,蓝熙辰绝不会和江市开战。 魏英,只要兄长仍对聂怀桑存疑,又或者不不能完全信任金光瑶,恐怕兄长都不会冒险而为。 点了点头,魏英道,我知道,所以这最后一步就是我。 想办法与孟江市开口讨要我,若蓝熙辰不肯给,只怕江市和蓝市的局面会变上一遍。 此事不妥,我不能让你冒险听到魏英想要以身犯险,蓝旺鸡果断拒绝。 不会危险的,现在的我今非昔比,纵使江市当真讨要,蓝市也不会放人。 蓝市当然不会放人,魏英实力不俗,是蓝市的一大战将,蓝市又怎会将魏英拱手让与江市。 这个道理蓝旺鸡不是不明白,但关心则乱,更何况蓝旺鸡不愿魏英帽一丝风险。 那也不行,再说云梦江市又怎会无端讨要你呢?蓝旺鸡还是拒绝。 这点我想过了,只要我暗示江彦黎想要离开蓝市,他自然愿意顺水推舟。 你是蓝市不可或缺的战礼,这一点江彦黎非常清楚。 既然他已经向叔父和兄长表了忠心,又怎会做出对蓝市不利之举? 难道他不怕被人察觉,影响他主母的地位吗? 饮了口茶,魏英四世兄友成竹,蓝湛,刚刚你去拜见宗主之时,我从景仪那里听到了点消息。 江宗主去看望江彦黎时,屋内似有打碎茶杯的声音,不久江宗主就含怒而出。 你说,这代表什么?你是说江丰眠对江彦黎不满,这也不无道理,本是想送个女儿过来探听消息,谁承想江彦黎竟选择了蓝市? 江丰眠心有气恼,也是情理之中。 蓝旺基领悟了魏英的意思,你是说江彦黎看到江兰两家的关系出现转机,所以想要向江家示好,可江彦黎不会得罪叔父的,除非他能让叔父不仅不会对他不满,反倒觉得他对蓝市有功。 蓝旺基一向引悟绝伦,魏英简单的几句话已经让他心领神物,这不免让魏英有了心有灵犀之感。 心有灵犀吗?魏英被自己的想法惊到了。 果然,蓝旺基于魏英而言,终是与旁人不同。 一旦病除误会,朝夕相对,魏英还是会被他吸引,甚至不自觉地靠近。 尽管魏英已经不想让自己陷入情爱中,不可自拔。 可惜情之一字,岂是人力可以控制。 若非如此,世间便不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了。 魏英,魏英,看到魏英正愣着出神,蓝旺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。 蓝听到蓝旺基的呼唤,魏英如梦初醒,你在叫我吗? 魏英,你的脸怎么红了?可是我说错了什么? 这段时日,虽说魏英已经能和蓝旺基随意相处,但蓝旺基还是有患得患失之感。 他担心魏英会随时筑起高墙,又将他拒之门外。 没有啊,我只是,只是在想事情。 魏英不会告诉蓝旺基,刚刚的自己竟然春心蒙动。 对了蓝战,那我们就这么定了。 我寻个恰当的时机去找姜艳离。 魏英,你是不是还有个原因没有说? 兄长心悦于你,若你能远离蓝氏,姜艳离求之不得,正是因此,你才笃定无论结果如何,姜艳离一定会是上一世。 提起兄长同样心悦魏英,蓝旺基心中酸涩,好似整个人都被泡在了醋缸里。 蓝旺基所言,却是魏英所想,女人的嫉妒足以淹没一个人的理智。 所以,即便姜艳离担心蓝溪辰会因此对她不满,可只要有一丝希望,姜艳离都会想方设法地让魏英从蓝溪辰身边消失。 蓝战,在吃醋? 哈哈哈哈,原来蓝二公子当真在吃醋啊。 蓝旺基耳边响起了魏英悦耳的笑声, 这笑声里面没有勉强,没有防备。 她二人似是一对相依相守的恋人,眼下正在自己的爱潮中闲话家常。 蓝溪辰怒气冲冲地冲进连世, 今日姜丰眠居然向她索要魏英, 且不说自己不会放人, 即便是蓝氏也不会放弃魏英这个战力。 蓝溪辰知道姜丰眠清楚魏英对蓝氏的分量, 可既然开口要人,定是有了几分把握。 但姜丰眠究竟从哪里来的底气呢? 想来除了姜燕离,蓝溪辰不作她想。 只是蓝溪辰不明白, 为何姜燕离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事? 难道她不怕叔父和诸位蓝氏长老都对她有了微词吗? 姜燕离,我倒是小瞧了你。 竟然怂恿你父亲向我索要魏英。 姜燕离早知道蓝溪辰会找自己算账, 面对暴怒的蓝溪辰,姜燕离面不改色。 我弟弟姜成对魏英痴恋多年, 父亲他爱子心切也是人之常情。 父君若是不肯给,拒绝就是。 又何必对我动怒呢? 冷笑一声,蓝溪辰道, 魏英对我蓝氏的意义,你该清楚。 你这么做,不怕叔父也对你心生不满吗? 若非叔父和旺姬皆维护于你, 你以为你还能坐得吻我蓝氏主母的位子吗? 姜燕离心知蓝溪辰,对她根本没有情分, 却不知道原来自己竟可有可无道,可以被轻易舍弃。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, 姜燕离也不在乎两个人再多些嫌隙, 只怕叔父还应该感谢我呢。 毕竟魏英就是再强,若是因她让你兄弟二人越强于内, 想来叔父也容她不得。 蓝溪辰这才明白, 原来姜燕离打的竟是这样的注意。 可是,姜燕离是从哪里得知蓝忘机生了一心呢? 正在蓝溪辰疑惑之时, 门声来报, 启禀宗主, 先生有请。 请不吝点赞 Did the Knall 无论